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还要感谢选择珍珠选择美金润珍珠对本节目的联合赞助播出 同时我们还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踏浪电动车和真心瓜子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你们 大家只要发送手机短信到如下的号码 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力智能手机eLife系列独家提供的一部智能手机 今天的专家团的朋友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辞身的传媒人王瑞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心理学的博士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余季静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今天的情侣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又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先来看第一对嘉宾的资料 喂 同学 打扰你一下 我们是孙浩的朋友 我们想给他送点东西 你方便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吗 好像应该是M307 M307是吗 对 好 谢谢你啊 打扰 你为什么还要到这里啊 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那回呢 你真是犯传 你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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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我男朋友 马上快毕业了 这两年的学费 我给他出的 包括中间 租房子 生活费 都是我拿的 但是现在 他在学校 查了一个女朋友 是他的同学 所以我发现之后 他就跟我提出了分手 还是希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 不知道节目组 能否给我一些帮助 我因为爱而供应读书 你却因为爱要离开我 又是一段纠葛的感情 来 掌声请出 这对主人公 男主人公苏炮24岁来自吉林 是一位学生女主人公 叶正29岁也来自吉林 是一位工程师 有请两位 小孙麻烦你告诉我 站在你对面的这位女性朋友 你跟她是一个什么关系 大红的一个姐姐 就是姐姐是吧 对 对我帮助很大 这个姐姐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大约是09年11月份 我在北京后海那个酒吧里工作前 因为我刚刚刚刚毕业 新来大城市北京闯一闯 刚来找了一些工作 也受了一些挫 实在维持不下去生活了 就去了一个酒吧 做了个兼职的服务生 突然有一天 他就来到我们店里 总在那喝酒 上酒店而完 我们聊起了一些 发现是同乡 后来慢慢就越来越熟了 当时我刚跟我相恋七年的男友分手 心里非常难受 所以有一段时间 经常去酒吧里面喝点酒 直到我们是老乡以后呢 就聊了起来 当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懂事 非常进取的男孩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 私底没有工作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 等着他工 他上学期间所有的学费 生活费全都是他 做各种促销赚来的 很不容易的孩子 觉得他跟我之前的男友 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 我前任男友是一个比我大十岁 事业有成的 成熟稳重的男人 我们相恋七年 当我知道他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快两年的女子 甚至都怀了孩子的时候 我决定跟他分手 你也够粗心大意的了 因为我们一直处于两地 居少离多吧 通过那一段痛苦的感情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给我踏踏实实的感情 一个普普实实的人 就是他是吧 就是他 你告诉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帮助你的 他就是之前一直在鼓励我 他在酒吧 这种环境工作不适合他 一看就是一个学生气的 我说你想继续上学吗 他说他非常想上学 可是家庭条件不允许 他说你的学费问题 我可以帮你解决 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了表白 就是说我们之间是男女朋友 他始终他不承认 分手以后他一直都不承认 其实在第二年的年底 我们研究生同学留在北京的在一块聚会 我把他带了过去 他说我是他一生中永远都忘不了的姐姐 非常感谢我 说了一通感谢之后 他说他非常喜欢我 希望能跟我在一起 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了 前面这些我确定 就没有后来说 同学聚会上所有的同学都可以作证 你说过喜欢我要跟我在一起 和朋友们大家在一起玩得很高兴 喝酒喝多了 谁也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 在聚会以后的一个月 我过生日 他送了我一束玫瑰 卡片上写着I love you 花我确定我是送过 因为当时我是也是比较忙 我给花店老板打电话 我说帮给一个美女订一个花 他说什么花 我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能一直否认 他说女孩子应该都喜欢玫瑰 我说好吧 那就体面一点 要一个大树的玫瑰吧 他说要写什么东西吧 我说不用什么署名了 然后我就直接定了 然后居然他后来有一次跟我说 那卡片你感动我 我说什么卡片 根本都无记事 你们交往过吗 看电影吃饭倒有过 因为他我认为他自己一个人 在外边也不容易 他对我帮助那么大 他随教的话我还会随到的 我没有时间也就随了 吵得很凶 我们买了几罐啤酒 坐到路边 我边说边哭 你把我摟到怀里 你一直在安慰我 你在那种灯开 我只定会去安抚你的 所以那是我应该做的 我欠你的 我会还给你的 我一再说 我欠你会还给你的 以前我们一块吃饭 你要再这样下去 再这样说下去 我们连朋友真的受不了 我变了 真的跟两年前 我认识的孙昊变了太多了 您是觉得你们交往过 对吧 你是觉得就是一个小 不是我觉得 我们确实交往过 小孙你告诉我 你承认跟他交往过吗 不承认 你什么时候发现 他有那个女孩了 大概是今年的暑假吧 我做了一些项目 请他过来帮忙 那个时候我发现 他经常出去 去接电话打电话 总是魂不守舍的 那这儿我问他 为什么呢 他说你多想 你准备放弃我自己的 个人生活吧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我呢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没有隐瞒你啊 没有啊 只不然你没有问我 干嘛要说嘛 我问过你很多次呀 你说不让我多想 到后来 九月份开学 有本的教学费 那一次就被我碰到 擦了我这一个女孩的腰 走出校园 当时我真的是 你我没有任何关系 正常体力关系 你帮助我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感情世界 所以你不要干涉 我的私人生活 我未病的时候 你没有搬在我的床边 为了省床 不费 两晚上没有睡好觉吗 你帮助我那么大 你有什么困难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你的身边呢 我还是打断一下 当你看到他搂着 一个女同学的腰 你去给他交学费 你做了什么 当天晚上 把他约到我家吃饭 我问他中午 和谁一起吃的 他居然骗我 他说他跟警示的哥们们 当时我一下子 我就崩溃了 他直接跟我提出了分手 他说分手了 那不叫分手 我只是说明白 以后咱们保持一下距离 我现在有女朋友 他现在就是不承认 你当时 确确实实说的是分手 这样说来说去 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不明就里 咱们来点直接的 你们之间的亲密行为 到底到了哪一步 一起看电影 一起逛街 亲吻吗 有亲吻吗 有过 亲吻也有过 对 那就够了吗 那你早点说明白就行了 亲吻没有过 你不要听他说 没有过 没有亲过是吧 没有 牵手很正常吧 牵手也有过 我如果跟你没有 很亲密的交往 我会这样死皮赖脸的时候 我一定跟你交往 我一定跟你调过恋爱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在他提出分手以后 我大概有三天没有去上班 后来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 问我怎么了 我告诉他 我又被分手 他曾经跟我提过这个节目 他说这个节目上面会有一些情感专家 会给一些感情上有问题的情侣 给予一些援助 一些见语 事后 他给我报了名 就是你今天去来寻求帮助的对吗 对 他给我报了名以后 说实话 我并不想参加这样的节目 我其实不大喜欢跟周围的人说 更别提 让全国观众去对我的感情问题去品头论足 但是后来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服了我 他说如果你不勇敢 谁去替你坚强呢 我觉得我跟孙昊已经认识两年了 但是他跟那个女孩才几个月 认识时间长短跟恋情没有关系 你不要把他混为一谈 小孙 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有的现在这个女朋友 四月份左右 今年四月份 他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姐姐也好 还是女友存在吗 知道有这个姐姐 我还经常跟他提姐 我说咱们有个好姐姐 那姐姐照顾我很多 给我很大的提供和帮助 我那女朋友也还说 有机会一定要给姐姐叫做吃个饭 感谢感谢人家 知道他们是宣布的 我知道他有一个姐姐 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就打算 我俩一起请他吃饭表示一下 毕竟我俩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他俩竟然是这种东西 说实话我心里挺恨你 既有爱又有恨 孙昊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 能原谅我吗 这段时间可能因为工作忙 你还真是遭恨呢 不管怎么说算不算帮助过你 说一句顶一句的 有那么多好说的吗 但他说的不是事实 他说的不是事实 你听他说完吗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是是我错了 我欠你很多 我欠你的钱 我会还你的 在我能尽快找到 你觉得金钱可以买到爱情吗 两位这样好 但是我对你付出的 可以证明 我对你是深爱着的 他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是谁的 如果我当时要是 知道他跟那姐姐 就是这么暧昧不清的话 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当时他跟你说的是 他这个姐姐是 他有关系 有学员关系呢 还是说没有学员关系 不是 他只说的一个就是 他也没跟我说 他有没有学员关系 他就说他有一个姐 然后就一直对他帮助 挺大的交付费 然后我也根本就不可能 说是往那方面想 到底你们俩是一个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不再重要了 坦诚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两个人的这个关系 都说成这样了 说牵过手吗 牵过 有没有吻过 有吻过和没吻过 那至少有一个人是说谎的 那谁在说谎呢 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呢 请考虑清楚 两位 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建议 来一起进入 真心秋笔票问卷 孙浩既然说从事实出发 那我就说一下 你刚才已经承认过的一些事实 一个单身女人 在碰到问题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一个单身男人 那么这能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第二 一个单身男人 为了照顾一个单身女人 端茶倒水 这能是一个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第三 一个单身男人邀请一个单身女人 一同出去旅游 这能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第四 一个单身男人 随叫随到 这能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第五 一个单身男人的一切生活开支 都有一个单身女人来负担 这能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第七 一个单身男人承认了 送一个单身女人玫瑰花 这能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第八 一个单身男人 承认自己和一个单身女人牵手 这能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不久问了 再问就问了 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 如果说你真的拿业症当姐姐的话 为什么不跟她分享你的快乐 当你找到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你跟她当姐姐 应该让你的姐姐替你高兴啊 要告诉她姐姐 我终于找到一个我爱的人了 她也爱我 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为什么不敢说 为什么要隐瞒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她知道这事之后 要迅速地搬离她提供的房子 是心中有愧吧 是觉得对不起她吧 这些问题都是刚才你承认的事实啊 事实是事实 但是我一再说 她对我的给予和帮助我非常感谢她 王老师也问到了 既然是姐姐 既然对你那么帮助有恩于你的人 为什么你有了女朋友 你不告诉她 不跟她分享呢 我也是比较闭塞那种 我不太爱把我个人的感情世界跟别人说 我就送你一句话吧 没有人指着你报恩 也没有人指着你报答 但是如果你用欺骗和冷血的方式 让一个女人对你的好全部报销的话 你一定会遭报应 来 余老师 有一个障碍叫激励障碍 不知道你们俩谁换激励障碍了 最简单的问题 接吻一不接吻 居然俩人对不上号 我觉得这非常奇怪 一定是有人说谎 这没错 他们两个之间肯定没有爱情 如果是有的话 那也是虚假的爱情 也正你的情感 一直处在一个消极被动的状态 请问你有没有思考过 跟你自己有什么原因 包括之前的失恋 也包括现在是不是恋爱 都搞不清楚 也包括 我认为这就是他 他应不应该成为你的男朋友 也搞不清楚 过去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 从现在节点来看的话 他不应该成为你男朋友的首选 你爱他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最后不爱你 他现在带着一种反感的态度 我不相信他不爱我 过去怎么会对我那么好 你要再这样我都快看不起你了 你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奴隶 变成一个爱情的奴隶 你虽然站着 但是你其实是跪在孙皓面前在乞讨 求求你可怜可怜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给我一点爱情吗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你觉得你这样有尊严吗 为爱去争取 但是不能为爱去乞讨 我要是你要气不过的话 我甩他一耳光 当场就走了 不想孙皓吧 现在其实你就在想着 因为他曾经资助过你 所以你愧疚 用了一些方式 但这些方式呢 一种错觉给到他 玫瑰瓜 一个基本的常识 不懂吗 我爱你 虽然你没有看到 但为此你要负责任 负什么责任 要解释清楚 因为他已经说了 我感动 但是你不解释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哪怕是你曾经喜欢过他 也说过他 爱过他 也吻过他 姐姐对不起 现在我不爱你了 然后你再找你欺负女朋友 你的处理的方式 导致你现在纠结的状况 在生活当中 包括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会发现 任何源于帮助的爱情 最后都不得善争 这是为什么呢 做任何事情 总是要图点人 而与之对应的是 我要给点人 所以就会变成 被帮助的人 最开始是无以为报 到最后是以身相报 现在变成了恩将仇报 而帮助他的人 从开始不求回报 到后来爱报不报 最后变成无理取闹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叶正啊 在爱情生活当中 你是一个头脑里面 没有种的人 永远是一个爱的 没有自我的人 由别人来主导 你整个爱情的复制 在众人的眼光面前 求证一个你认为 曾经有过的一段爱情 你认为这有意义吗 不要再颓废下去 找到自我 开始自己新的天照 另外我想跟这个孙昊 一个男人接受 一个女人的帮助 无以回报 然后情不自禁地 爱上了一个女生 到最后你发现 真正的爱情 在向自己招手的时候 你怀着愧疚的心情 转身离开 这都是十分坦然 没有人会怪 但问题是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你一口一个还钱 这是无情 你一口一个不曾爱过 这是虚伪 你一口一个 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这是冷漠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一个 无情自私冷漠的白眼狼 太可真诚 每当你在跟叶正说 我那些钱 我会还给你 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我从来就不曾爱过你 你知道你说这些话 多伤叶正的心 所以我认为 你完完全全可以和叶正之间 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 我不希望你们今天 牵手成功 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希望你今天能够坚决的离开 但是如果有可能 你可以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更好的帮助业者 希望你能够成为 这样的一个男子 好吗 男女之间有很多的情感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 当成敌人呢 我没有把她当成敌人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 很好的朋友 就是她搅乱了我的生活 搅乱了你的生活 面对生活的时候 生活不会乱 躲避的时候 生活一定会乱 你听听大家的意见 供你参考 我们一起进入 踏浪旁观者庆 我先请一个特别的来宾 好吧 我把你现在的女朋友请来 你不介意吧 什么 你们这是好过分 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 告诉我来这 她都不知道 没什么意思 其实觉得 你先找我看一眼 就会把你去 我会把她说清楚了 有什么好说的 这她俩都做的事 跟我一点关心 你跟我一点关心 你先当我来 我给你 你等我来 你等我来 我先当我来 你等我来 很奇怪啊 你的女朋友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跟你姐姐之间 出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事情 说明白了 你们 以后你可以 不要在这 我欠你钱 我会还给你 你把你现任女朋友留在这儿吗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这个节目 让我今天能够真正的面对面的跟他把话说清楚 我也认清了这个男人 你还想起来你朋友跟你说的那句话了 如果你不勇敢谁替你去坚强 如果你不勇敢谁替你去坚强 我们没有办法去替你坚强 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你勇敢的去面对生活 真的勇敢是看清了正确的道路并坚定的走下去 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给你提供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生命里挺好的一个回忆 就是你曾经帮助过一个人 也许你碰到了一个不值得你帮助的人 也许他值得你帮助 只是他现在还很年轻 希望你早日走出来 也许你们还可以做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毕竟你帮助过他 我本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但是我错了 所以在刚才那句话坚强的后面再加上一点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要找到适合你的人 不过要提醒你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对男人持续信心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混蛋的 然后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在生活中该帮助他人的时候还是要帮助 也许在爱情中你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但是请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乐于帮助他人的好人 你还有什么想跟你曾经帮助过的这个男人说吗 没有什么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队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又碰到了怎样的难题 我俩认为七年了 正式交往四天多以后呢 就已经准备结婚了 我爸妈也很开心 决定他俩一辈子的钱都买套花 但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见了贼 我怕我卖一辈子的钱都买了 有点全美 我们的感情确实是很好 但是在有的时候在金钱面前 这人性和感情它都会发生变化 双方父母 会挺好逼我俩 但是他妈 为着我带他女儿去相亲 这种事我真的是介绍不了 我觉得是对我人格比尊重 前情了之后 我觉得他妈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我也想跟他妈说 我不是扫子 其实如果他也开始觉得我真的是在乱陪他的时间耽误他的话 找他跟我说 好 一切飞远吧 爱情和金钱能连得那么紧密吗 在这个年轻人看来 好像是有一点点 其实看他们小片的时候 我心里已经有了太多的疑惑了 我先请出他们 然后我来解答我自己心里的疑惑 来掌声请出这位主人公 男主人公大齐 三十二岁来自北京 是一位职业的模特 女主人公彬彬29岁 来自北京 是一位职员 来我请一位 9月份的时候 我跟他拍过一个栏目剧 他演一坏人 他是职业演坏人的 就是在好多栏目剧里面都演过 对不对 在我的想象当中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 不会有这种情感问题 其实演员家里会有事吗 的确实是我中戏还没毕业的时候 家里发生的事 好 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一个演员 在他的现实生活里 有怎样的困惑 几年了 我俩是03年入学的时候认识的 03年年底 就差不多确认的关系 后来到07年 我该毕业的时候 家里人都打算买套房 准备让我俩毕业了业以后就结婚 住在我妈楼上的那间 家里正好用钱 如果能依次性付清的话 这个房就21万就可以卖了 但是像我妈 他们这个年龄呢 他们就是踏实 这一辈子的钱 就基本全存在银行 存死期啊 所以这个钱 包括我装修的钱 一共30万 包括买家具 全是我妈和我爸 咱们朋友借的 到了年底的时候 房也买了 装修什么的都完了 之前存的钱什么的 都已经到期了 我妈还把钱取出来 等我爸晚上下班开始车 挨家挨户还的时候 家里被盗了 家里出了这个事吗 我妈一下就不行了 30万是我爸我妈一辈子的钱 谁你这会儿再让我说 说去结婚啊什么的 钱就有那么重要吗 没有钱 咱们结不了婚是吗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 一起偿还不行吗 现在都不是两个人的问题了 现在是两个家庭的问题 你明白吗 为了还账 我爸我妈 他俩把他了 保险都退了 我爸一辈子就喜欢车 把车也卖了 出了这个事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整个人就变了 对我也不像以前 那么热情 有的时候去找他 不让我进家 他出来 我一直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呀大琪 你说实话 我妈觉得就是因为我俩在一起 所以才回家里出生 出了事之后 往我身上赖是吗 那大琪你自己怎么想呢 我觉得大家能理解的 主要问题就是在双方家庭 她家里人一直看不上我 我妈妈确实是有这种想法 有一次她跟我爸一起 就跟我语重欣赏的说 说闺女 我们不是说 一定要你嫁得多好 嫁一个多有钱的人 但是至少你不能说进了门 就要跟人家还债 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什么 对吧 当妈的不希望自己 跟不过的好吗 但是我觉得她妈这个事 已经有点揭露太多了 她妈带她去相亲 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去了吗 去了 你就没相中对方对吧 我不是没相中 我是抱着我肯定是 不可能的态度 我只是应付一下我家里人 之前也问过你 我说你干嘛去了 你说没什么样 跟我妈吃饭去了呢 我是怕你多想 你是第一次了吗 我要多想早想了 我刚开始还相信 我们俩之间 真的是能两个人一起努力 跟我家里怎么介入 我们可以啊 跟我家里怎么介入 最起码大家都会去努力 但是我现在已经觉得 越来越模糊了 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事了 对 大齐就是说 你自己不再相信 你们的爱情了 我理解的对吗 对 你也应该小姐 在密情好的时候那些事了 以前还没丢钱呢 丢钱之后 我有的时候从家里拿出来的钱 我会偷偷的塞了头情报 你应该知道吧 你不傻吧 丢钱之后 其实我们也经历了一段 共患难的日子 关键是双方父母 家庭收入的太多 两人心中不可能没有刺 是 你说父母这个问题我承认 但是你妈呢 她觉得我是把一些不幸 带到了他们下 她的意思就是 我是一个扫巴心 我刻她家人什么 其实这跟我 不说阿姨了 那个 说你吧 你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我现在觉得 最让我接受不了是 她的态度 家里出这么大事 我觉得我妈这个想法 可以承认 这个想法是不对 但是我觉得 你作为年轻人 你应该理解她一下 她一辈子钱都没了 老婆 你可以继续找 但是妈一辈子就一个 那你什么意思 现在你把话说清楚了是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相亲 我妈有一次都把刀架在脖子上了 她逼我去 怎么结婚 你妈这么 这么 这么极力反对 当时没出事的时候 我现在是在极力说服 你以为我家的你跟我妈 你嫌我容易吗 先平静 我已经听见老师们在议论了 老师们是怎么看的 有些什么意见呢 我们一起进入 真心丘比特文学 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 是人人都喜欢的 就是钱这个字 的确钱人人都爱 我也爱 可是我知道 他钱买得来交易 买不来交往 钱呢买得来人情 买不到友情 钱呢买得到狐朋狗友 买不到一生的朋友 钱呢买得到头牌送帽 买不到鱼子偕老 钱买得到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房子 但是绝对买不来他们想成的家 所以这个世界上钱不能解决一切 有些东西不用钱也可以生根发芽 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为了钱而反目真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件事 你们感情的基础难道是建立在这三十万上吗 这个女孩如果这个男孩愿意娶你 你愿意跟他一起负担债务吗 哪怕他现在给不了你什么 我愿意 我这个我之前跟他说过 我说我可以共同跟你承担 他妈连比他相信都会把刀架脖子上 我要是 他要是跟他妈说我要娶 他妈你从楼上跳下去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妈觉得他不能再等你等下去了 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等到你还完债 等到三四十岁你再不要他了 那时候他在找谁去 他妈从他开始就不喜欢我 一直都觉得我们家条件没有他们家好 更加上出了这个事以后 就更看不上我们家了 你是跟妈结婚还是要跟他妈结婚 如果你是跟他结婚的话 这个女人都愿意不要一切 跟着你一起负担你们家的债务 不要求你房 不要求你车 你还不给他一个承诺 还是你不敢 还是你不想 我觉得我承担不起他们家的这个压力 其实现在双方家里都有压力 我们越是在这种有压力的时候 越得共同面对 考验一个人 能不能给自己安全感 能不能担负起这个家的责任 就是要在出事以后 以前他一帆风顺 没有经过大风大了 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小小的困难 就扛不住了 如果你们未来的人生再次碰到一个大的困难 比如说以后丢了五十万呢 丢了三十万 钱没了 但有的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有个叫并发症 这个钱没了以后的并发症出来了 这是挺可怕的 今天丢钱这件事情 可以来讲是对你们的一次考验 人在压力下呢 容易放弃 所以今天的大齐 他在放弃的东西 甚至会放弃这段感情 但是这个放弃的原因两个 一个可能真的觉得想放弃了 找个理由 你妈妈怎么样 还有也可能是自己 在这种压力状态下 真的是看样能力太差了 为什么说你差的 说实话 今天的冰冰 他的看样能力明显看到 要比你要强一些 这其实也是女人的特性 女人在外表看起来很柔弱 但是在很多大师大师面前 有的时候反而很坚强 所以我想说 钱都还得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提出这种事情来 我倒觉得有点怀疑 说白了 钱的事情已经过了 那为什么还跟钱在谈呢 那么就是并发症已经出来了 并发症是什么 是感情出了问题 还是真的 父母的干预 你们解决不了 所以 我觉得大琪应该先考虑一下 如果你觉得真不喜欢了 OK 放手 如果你觉得在压力状况下 自己言不由衷的放弃的话 就非常的可惜 人总是会有些挫折 但挫着面前 是玻璃杯 掉跌碎了 还是 有弹性的球 又弹起来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看到后者 你能够弹起来 在出这事以后 然后我妈现在 单高 血压 血压 全高 她在这种情况下 她每天还要去帮人家去收拾一下屋子 每月就挣八百 我不想我妈 再被她妈看不起 我觉得我妈已经够苦了 我们说 和风细雨 不知真 患难之中 见真情 一场盗窃案 刀偷走的不光是钱 偷走的更多的 是一种信任和坚持 就像刚才所说的 两个人都互相把责任 推到双方的父母身上 想跟那个大旗说的事 这乌龟 这两个肩膀 是用来缩头的 男人 这两个肩膀 是用来扛肆 没有什么扛不住的 你也就三十万 还没到破产跳楼的力 所以说 有些情况之下 已经不用咱们多说了 还是应该像个男人 至于女方 现在更要做的事情是 更多的去包容 你未来的婆婆 可以听得出来 你的男人 最大的证解就在于 对于母亲与你之间的矛盾 虽然那是很无厘头的 说你什么 这个什么扫把心之类的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但有的时候老人就信这个 很多种情况下 你的这种扛的方式 并不是说帮他去承担责任 帮他去还钱 而是消解他这种 关于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 去包容这一切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忽视 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我们仔细地去 寻找一下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往往都是免费的 空气是免费的 对吧 清醒是免费的 对吧 友情信任都是免费的 但我们就是要 死结白咧地去追求一些 有偿的东西 而忽视这些 本身既免费又珍贵的东西 大琪啊 可以不爱啊 说清楚 别推责 在你的心里 对方还有多重 掂量完了之后再说 今天两位妈妈也来到这个现场 我们要跟妈妈聊一会儿天 让我们一起进入 踏浪 皇冠者金 冰冰的妈妈对吗 对 您好 您好阿姨 这个小伙子怎么了 我的女儿要嫁到这个家里 我觉得真的有点 委屈我女儿 因为我的家庭呢 我女儿真是在蜜罐里长大的 再就说了 我女儿年龄也一天比一天大了 套不起 再一个 我女儿嫁到这种家庭 我认为啊 我的 我就感觉我女儿是下嫁 上嫁 下嫁 咱们感情好不就行了 不 您说的这会儿 生活就是柴米油烟酱醋茶 嫁到家里边 你就要过日子 她的失事就得过日子 但是您在过日当中还没到这家 您先背一身债 我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 妈 我跟您说 您逼着我去相亲 跟你相亲是为了让你能 今后能过上好日子 你怎么能这点道理 都不懂妈妈的心啊 我懂 但您听我说 我跟大齐我们的感情 现在差不多八年了 我还有一个八年期 跟另外一个人交往吗 我说的就是 你已经耽误了八年 你还在耽误 你耽误得起吗 我更在意的是 你一点都不理解父母的心情 我真的担心 她嫁到这个家里 她的日子怎么去过 爱女心切可以理解 小的时候 您可以给她更多的庇护 大了之后 您可以给她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包容 但你唯独给不了的就是 爱情 你给不了 但是生活 它是现实的 您少女时代 您就那么现实吗 您也有不现实的时候啊 是不是啊 谁都是经历了 现实的重步之后 才知道 该怎么去过日子 她进到这个家 首先那非得这一身价 谁能 谁有这个权利 但如果她不跟她结婚 她将来背的是更多的心债啊 我还在意 她母亲说的那句话 我闺女扫不心 你还背了一辈子扫不心呢 你怎么过呀这日子 是当着女面说的吗 明明 听听这个大亲母亲 说实在的 我绝对不会让她吃 她以前没想到的服务 我以后一定会让她想到 你给我一两年的时间 看一下我的表现 然后再决定 要不要把女儿嫁给我 您觉得这样的态度 您可以接受吗 我可以考虑 听见了 但是我还要看她的表现 就是她不会说话的 就是你的态度问题 大吉是内心 现在完全放不下自己 憋在心里的那口气 但是若干年之后 你也会是个父亲 你也会毫无道理 甚至就像现在这个女方的母亲 一样百般的呵护自己的女儿 不希望她去嫁一个 没有前途 没有稳定工作的男孩子 我相信你对你自己的女儿 也会这样 那如果你能够想偷这一层的话 你就可以低下 你那高昂的头 到阿姨面前就好好 说刚才王老师说的 有一位这个父亲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即使是一个王子 来我的家里向我提亲 要取走我的女儿 我都认为他身上 还有许多的缺点 这就是父亲对女儿的 那种窃窃之情 真的是在乎你的经济条件吗 还是不放心 所以你看吧 是你自己要 要那点臭面子 还是要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 自己考虑吧 来一起 黄金 六名 男人先来吧 大琪 我先来吧 你不能再主动了 那你愿意来就来吧 我一直都很主动 大家都知道我的态度 对我来说 就是这种 从小一起走大 这种感情 是特别真的 对我来说 什么是爱情 她 其实 她不是亲亲我我 不是话情越下 她也不是说 什么海事山盟 她就是 像我刚才 我妈妈说的 平平淡淡 她是平平淡淡的 她是柴米油盐之中 滋生出的那种 亲情 这是我妈说的 这是你妈说的 是我妈说的 她是 她说了 什么事情都会 过于平淡 现在我承认了 我也向我妈承认了 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很平淡 但是在多年中 我们已经有了 这种亲情 这种亲情 是割舍不了的 是分不开的 它不是什么钱 不是什么权 不是什么利益 对我来说 这就是爱 我真的跟这边出了 我叫你以后 再讲事 不要回家出去 好吗 我觉得 她妈的态度 大家也看见了 我觉得 这个根本就不是 根本 根本就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 已经态度要说的 大家已经说了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我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大家都信了明白 我怎么对你 你也明白 但你理解我 为什么会这么说 看到你妈的态度了吧 但是你 你口不到尾 你跟我妈说过一句话吗 说过一句软话吗 这样吧 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觉得是 大齐的态度不好 还是这个 冰冰妈的态度不好 我数123 大家一起喊出来 好吧 123 大齐 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这完全是你 不理我自己的问题 行了 别给他那么多压力了 两位回去吧 回去吧 冰冰 来 请关门 其实我看 这30万丢的还挺好 这反而变成了一段 情感的试金石了 希望他们做出自己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吧 为爱向前冲 刚才大齐的母亲说 儿子加油啊 大家是希望他们能在一起呢 还是就此分开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请表决 现场42.86%的观众朋友不太看好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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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算是一个挺好的结局 至少你知道了她现在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其实 我不知道开始我们一直都很好 为什么现在 这么一段感情 穿杂了钱都会变成这样 其实以前无关 不是那种感情 丢了钱 其他的事情也一样 下面的观众已经喊了 四个字 早晚的事 所以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个好事 不再耽误了 从此放下 开始新的生活 祝幸福 来 请回 直到最后 冰冰冰还在说 这都是钱闹的 其实这跟钱有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爱的还不够 不够纯 也不够浓 看一看一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卖琴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有什么态的花洋 对面也不合理 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没问题 对面的棟 应该把agger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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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内心独白 来 他说哪里敢结婚 怎么结婚 拿什么结婚 结什么婚 我本身就是一个不懂得爱与被爱的人 可是我有拿什么来爱你 我怎么能保证给你持久的爱 怎么能相信会有持久的爱 我现在最怕你 最怕身边的朋友提起结婚这个字眼 怕 就像我恐惧离婚一样 他的这种心情你知道吗 你了解吗 我知道他是单亲家庭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 对他好 想给他温暖 小迪的父母在你 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是吧 对不到一次 就是跟我妈这边一起生活 但是我对他好 想给他温暖 小迪的父母在你 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是吧 对不到一次 就是跟我妈这边一起生活 但是我姥姥一个人帮我带大 你很担心结婚之后会离婚 所以不敢结婚 对 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真的挺大的 你看我这么大 我从来没问过我爸或我妈 因为什么意义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问的话 对谁都不好 那你到底是因为恐惧呢 恐惧婚姻呢 还是说家里也不是很赞同 家里确实不赞同 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克服的 恐婚这一方面我觉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准备 你有跟你父亲或者母亲交流过吗 在婚姻这个问题上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 我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现在要多去找几个 一直选到一个你觉得合适的 然后你再定下来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自己心里确定你一辈子就是他吗 我也不确定 你也不确定 不是不确定 我是不敢确定 就是我怕意外 怕什么意外 很多 说你最怕的 就怕离婚 我父母这样对我的影响 确实有 而且确实很大 我不想对我的子女也这样 不可能说你带着这个心理阴影 你过一辈子对吗 你是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影响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小迪所说的第二个担心 关于家里人的一个担心 对不对 对 我们采访了小迪的母亲 我们来听一段小迪母亲的采访 我们就是家庭人 就婚的时候 女孩子心里有影响 我们母子之间的就很少说 阿姨 你了解她的女朋友吗 你见过吗 至少 我是心里头 还是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女孩子 她是外地的吧 她父母也在外地 她跟我儿子结婚以后 她不可能全力地照顾我儿子 她将来他们有孙子以后 有孩子以后 她又不可能 全力以处地照顾 这他们人俩呀 我不希望我儿子 同小姑姑临临的 然后我的算了这份上 也是缺少父爱母爱的 你说她在家两地 她又得照顾她的父母 她来回走 你说怎么能不能把孩子照顾好呢 这个家怎么能够稳定我 所以我不希望我儿子 这个规矩在我父母的份上 再重演 我觉得她妈妈 一直都不喜欢我 我心里很难受 我父母在我们家那边 安排我很好 很稳定的工作 但是我都为了她放弃了 家人对你们这种局面 有什么说法吗 父母还是希望我回去 觉得如果今天小迪 不能给我一个答案的话 我真想今天就买飞机票 回家算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是给她的最后一个机会是吗 对 我觉得我很看重婚姻 我觉得婚姻不是那么简单 说结婚就结婚 我觉得需要有什么 感情基础物质基础都在呢 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 我觉得不吵架很重要 你们要吵架吗 自从我跟她说结婚之后 经常吵 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结婚的 也有生孩子的 好像很简单啊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说结婚就结婚 万一出现问题呢 说离婚就离婚忙 就那么怕 怕 真的很怕 这个小迪给我们做的一个讲述 她现在的两难 我们的专家又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心秋比特问卷 来 三位老师 这个小迪妈妈一直 说话中有一个关键剧情 就是要全心全意照顾她 可是你结婚 一定是双方互相照顾 你不能够娶一个女人 回来当一个女仆 所以小迪母亲的这个想法 肯定是不对的 小迪是典型的恐婚一族 现在有很多人恐婚 她跟他们的特质完全一样 就是我恐惧结婚 不是因为我不爱你 那他们到底害怕的是什么呢 怕自己把握不住这段婚姻 因为她经历过痛苦 她见识过婚姻的失败 她害怕我们结婚之后 万一失败了 我又要重新再尝一次痛苦 小迪是这样吗 我有两个问题问一下 小迪 你能描述一下 你的父亲和母亲吗 我觉得我的母亲 还是典型的家庭妇女 跟母亲的交流多不多 平时 不敢交流太多 交流交流就会吵起来 那你的爸爸呢 我和我父亲接触的 其实不多 我十二岁第一次见她 我只能去体谅她 我知道她爱我 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感觉和她交流 我怕我妈觉得我会失去我 我们看到小迪在说到父亲的时候 眼含着泪水 内心其实很有纠结的 小迪的手 从上台到节目现在 镜上手插在兜里面 就好像她的心声 在一个演员的播客里面一样 她内心的世界非常的深 也非常的复杂 如果在一般看来的话 一个那么爱她的女朋友 也口口说说爱女朋友的人 如果说不想走入婚姻 一定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 朝里有 想推开 或想分手 而今天我看到小迪是另外一个方面 是他内心当中 那份力量不足 怎么不足呢 他缺少母爱 尤其是父爱 缺少父爱的人容易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 暴躁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极端 就是懦弱 内向 隐藏 小迪可能更加亲爱于后者 她对爱情 亲情的振奋 犹豫 和未来的悲观的这种看法 都遭困扰着她 说到这个节目呢 确实要呼吁 即使离的父母 双方可以离婚 但是不要离了父爱和母爱 那么当然今天 从小迪而言的话 基本上有一个挽回的方式呢 就是小迪现在已经成人了 要主动的去和父亲和母亲多沟通 当你和你的父亲 能够建立和好沟通的时候 你父亲那份山的力量 后进力量 可能慢慢会传染给你 其实说白了就是 缺少那种根的力量 但是我们可以去寻找 如果想找想要的话会有的 如果说生命的最后的结果是死亡的话 那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但其实生命是有意义 那就在于你在活的过程当中 你经历了 你奋斗过 你也获得过 你也给予过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恐婚人士 而且大部分都是男士 基本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打着负责任的旗号去不负责任 一种是打着负不起责任的旗号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确认 而小迪恰恰属云的这种内心 其实婚姻又有什么呢 婚姻不过是让两个人的关系公开化 合法化 根本无关乎所谓的责任 因为你在爱上他的那一刻起 你已经开始准备为他负责任 那么口口声声说 生活当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我今天给不了你这个 我给不了你那个 但是你想给的东西 今天给不了你 明天也未必给得了 但为什么今天给得了东西不给呢 我给得了的东西我反而不给 却要为那些给不了的东西去筹措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 不知道 那我想请问一点的是 你现在作为一个男人 你能给你心爱的女人什么呢 尽量最多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 幸福很多种 你手上有肉包子 是我没有 你就比我幸福 只有一个毛坑 你站着 你就比我幸福 至少你现在可以给他忠诚吧 可以 忠诚是不是婚姻最基础的东西 对 如果没有忠诚的话 所谓的物质也好 所谓的家也好 那都是虚无缥缥 只要心在 家就在 你既然能够给他忠诚 而物质将来又可以创造 而且对方又不是刻意的去 追求物质享受的女孩 这个时候家已经存在 一本无形的结婚证 已经摆在你们俩中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你能够有勇气 告诉你自己 其实很多男人给不了的 我能给 但是很多男人能给得了的 虽然我现在给不了 但有朝一日 我一定能够给 刚才余老师说了一个 父爱的缺失 原动力会比较少 刚才涂老师的那段话 有的时候你仔细想 父子之间 无外乎于就是这样的交流 当你需要力量的时候 你去找寻力量的时候 力量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今天所有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是给你一些力量 能让你勇敢的往前走 看看大家能给小弟一些什么力量 来一起进入踏浪 旁观者清 她的嫂子是吧 对 今天我其实对于他们两个 还是最多的还是祝福吧 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 小迪这头呢 可能就是 姥姥那头 给予的东西太多了 管理的也太多了 姥姥那头呢 给他安排的东西 他就必须要去承担 他最大的那个座右铭就是 我生下来就是个孙子 我永远只能当好这个孙子 所以我觉得 他要是想打开自己的心扉 很困难 我也希望学学长能 多支持他 多给他一点空间和时间 或者说 用阳光的性格 多影响一下他 你想出去这个女孩吗 我想 你爱她吗 我觉得 其实对于小迪来说 我们讲的道理他都懂 这样给他说道理很难帮到他 这样吧 要不然你体验一下 我们做一个互动 麻烦你站到他的跟前 面对着他 张开双臂 我会问你一些问题 如果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 往后退一大步 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往前迈一步 他那么多次没有给你一个承诺 你有为这事哭过吗 有哭过往后退一大步 第二个问题 他那么长时间一直没有给你承诺 你有为这事失落过吗 有失落过往后退一大步 这么长时间他没有给你承诺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无力感 有的话往后退一大步 好了我不想再问了 你看到了吗 如果说这些问题的答案 有一个是否定的 他刚才往前迈一步 就可以立即拥抱住你 现在是你一步一步 把他再推远离你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 他会越推越远 直至你看不见他 那时候你就真正失去他了 你现在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在让你失去他 不是让你拥抱他 明白了吗 我问几个问题 你的生父听说条件不错是吧 对 也想帮你对吧 对 你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是吧 对 为什么 因为他有自己新的家庭 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妹妹 在澳南里要读书 你父亲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可能希望我们两个都好 来听一段父亲的采访 来吧 这孩子吧 从小就是 怎么说呢 我就没看过没管过 所以呢 对我来说吧 我对这孩子 就是钱缺的实在是挺多的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想办法去迷惑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迷惑 听说他脑子笑 然后我就想送他 你送他一点钱 我的心里就迷不笑啊 可这孩子吧 就不接受 弄得我 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 觉得他 可不是 像是书记很不笑啊 儿子啊 爸那个 这些年了 一直都对不过你 是吧 当然呢 总归你是我的骨肉 这些年呢 你也别怨恨我了 我跟儿子呢 也说声对不起 跟这个女朋友呢 传到意见 说声力 把回记了 完成我的心愿 你看好不好 最后的选择肯定是你 眼前的幸福才是最重要 这才叫负责任 真的那么容易吗 我就 小迪 我今天 就是想在这 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先让他想一想 小迪说我难死了 你们干嘛都逼我呀 不是 我觉得我的生活 可能会带给谁谁谁的影响 包括这两个电话 我就怕了 我爸 或者我妈一接到这个问题 一接到这个电话就想 会不会 对我有什么影响 然后再对他们的心里 会有什么影响 你别想那么多 一个单亲母亲 她带我也很不容易 那我为什么不去体谅她呢 体谅是什么 当你真的幸福的时候 她会不开心吗 我妈也想给我幸福 她也希望我好 当然你说不爱的原因 你分手 那大家没有什么 你要说我爱都爱死她了 但是我不 我认为我不能给她未来 我不能给她房 不能给她车人姑娘说 谁要你的房 谁要你的车 我要的就是你的人 然后你还在那儿矫情 我觉得你是把自己的幸福就丢了 来吧 黄金六十秒 小迪 我觉得 这四年 你给过我很好的回忆 我今天听你说了很多 你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我才发现 我跟你的距离那么远 我晚上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如果爱我的话 为什么不能结婚呢 其实我真的很爱你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 一直让我等着 一直为你付出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的我的家庭 包括我以前 交往的朋友 还有身边的朋友 这些离婚的案例 对我的影响 比结婚的影响要大 没结婚 我就已经非常非常担心离婚 我觉得离婚之后 会对我的子女 你不结婚连机会都没有 但是不结婚 可以不会对他们 有那些影响 那你别谈了 你招人八年四年干什么呀 你别谈了 对不住 你们的黄金时间 我插得了不起嘴 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真不知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我在 我认识的这些 单亲的朋友里面 我算 算是很阳光的了 平时有说有笑 不像他们天天 会抱怨自己的父母 这是抱怨的 我没有抱怨任何人 但是 我只是想把我自己 做得更好 然后会变成这样 我就觉得 怎么会变成 很简单 如果你爱他 就勇敢地娶他回家 至少要给他 一份承诺 而不是让他这样 遥遥无期地 苦苦等待 两位回去吧 去吧 今天就是决格呀 我想我应该 一个人静静 请关门 来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截器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好嘛 这都有35.48%的朋友 觉得要分手了哈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来 一起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快下来 快下来 快点 快点 跑过来 快快快快 快点 你为什么出来 我想表明我的态度 态度什么态度 他还没走 他现在还听得见 抓紧 确实很爱他 而且也很想很想 很想给他一家 我也想要一家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做不到 真的是做不到 你给他一个结婚的承诺 很难吗 说我要娶你很难吗 我现在理解 就是结婚 那么容易吗 他走了你难受吗 难受 非常难受 好了 跟姑娘说吧 跟你亲爱的姑娘 说两句话吧 都把我出来干什么 来吧 我希望他能再给我点时间 你连求婚都不敢向他求婚 去吧 祝幸福 来 摸个手 谢谢你 请回 小弟 一段让人惋惜的爱情 还好 它不是一段婚姻 只是一段爱情 祝这两个年轻人都幸福 重要的是 开心 重要的是 健康 重要的是 有礼即表的 真阳光 在这里要感谢 金力智能手机 E-Live系列 对于本节目的独家 欢迎播出 本节目是由 选择珍珠 选择美的 金润珍珠 联合赞助播出的 当然 最该感谢的 是你的收看 和陪伴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对于本节目的